哈喽,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现在来带人在墨西沙场口 人称,不是人称啊 这就是北翠原石里面呢 就是声称总水之王的产卵 大家可以记得我身后呢 就是已经挖到一个中下层了 这些石脚你会发现 它每一层的,它石脚的土 这是什么颜色的,它这个皮 也是什么颜色的 那带大家去看一下 走进去看一下这个中下层的一个 边附近 这些都是老板 来这边来收料的 现场来收的 OK 可以看到那边有座大山那边 这座大山是原生矿层的 这边是一个中下层的 那中下层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石角的颜色 也是一样的 那还有那边 就是挖掘机挖出的一个 就是带大家看一下 那个地方 就像这种 这种呢 它是什么 就是大家平常所看到的 叫一个断口的 断口处的一个石头 那如果说它是翡翠的话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断口处 它是挖成一半一半的了 就像这种确子 它就像这种石头 一般的石头 那我们有点 在这种石头 因为它是鱼 草头 来 吃点非凡心意 走走走 今天还不给看 你会发现有泥的这一层它已经出水了 就是渗水了 这些都是地下水 它渗出来的水 那这个也是地下水 那么这么一大瘟水 那你会发现它每一层的这个土质不一样 然后它的一个水 这个种水品质也不一样的 这个用鸟子 没错 现在它们是干嘛 就从这个地方爬上去 从那个地方下来 上下了 下了 放着绳子 一个大绳子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水啊 全部一滴一滴的 大小水机没有 非常的硬啊 这用铁锤啊 全都是用铁锤去敲的 在这边呢 它就是铁锤的 就是 这边是低层 然后带到内边 我们这边下去一个坡度呢 还是一个基底层的 就是最最最底层的老朋友 这个是一个底层 底层分为中上中下最底 分为三大部分的 那还有那边呢 就红土的那边 是属于那种红石角的 好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现在呢是一个雨季即将到来了 当然呢 伴随着这个雨季到来呢 水最原始的各种的一个 对吧 一个品质还有一个价格 肯定会慢慢的上涨 好了 我是娜娜 我会在各个场口 缅甸肥自矿区 带你了解各个场口的现状 以及开展的一个真实过程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就关注我吧 拜拜